尼卡竟然是暴君雄的偶像 神之谷往事揭晓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金 海贼王显灵95话详细情报已经更新 本话标题 生不如死的世界 北夜是一只猴子拿着八戒鼻子逃跑 如今上回 萨坦被波尼刺中 本话众家们正打算协助萨坦 可萨坦让他们停下 老郎说如果自己想 可以轻松躲过波尼的攻击 说完他拔出胸上的剑 身上血迹瞬间消失 只见他以眼睛发射光环的方式 攻击波尼和山智 两人分别被击中头部 受了些伤 另一边还躺在地上 还原向萨坦致歉 萨坦吐槽大家这次工作完成的一场缓慢 正当萨坦要踩向路飞 弗兰奇身上手飘要救下船长 路飞虽然没有失去意识 但他却一言不发 此时的其他人 包括贝亚旁克 波尼 山智和弗兰奇 都因萨坦神秘的能力压制的无法移动 老贝猜测 这肯定是恶目果实的力量 萨坦并不回答 就让去折腾波尼 波尼怒骂萨坦杀他的父亲 将时间拉回到从前 熊曾对波尼讲过妮卡的故事 他发出妮卡之物的节奏声 然后妇女俩一起跳舞 大熊对女儿袒露心声 波尼 我想像妮卡一样成为解放人民的英雄 时间回到现在 经由萨坦之口 熊的种族终于揭晓 他是巴卡尼亚族 这种族和巨人有关 天生就异常强壮 据说这族群过去曾犯压大罪 仍然从巨经47年前说起 在那时的索贝尔王国 熊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巴卡尼亚族人 他母亲则是普通的人类 当他在医院透露了血液信息 被举报给失业政府 熊和他的家人 全都被抓到身体去当奴隶了 也是等熊的母亲死后 他父亲告诉熊关于妮卡的传说 据熊父亲的说法 这是在巴卡尼亚成员中流传的传奇 他父亲还会发出妮卡之国的节奏声 并为儿子献上最后的跳舞 噪声很快引来注意 他父亲死在天龙人枪下 然后是距今38年前 一场盛大活动开始了 每隔三年 天龙人就会从圣地离开 在某个非政府家门国 举办一场狩猎人类游戏 及猎杀对象 包括初问天独立即倒撞原住民 等所有人死亡 事业政府就会将此岛完全占据 而那年 天龙人们选建地点 及西海神之谷 神之谷国王试图阻止他们 但年轻版的费加兰德加林圣 残忍将国王杀害 当时他是该比赛呼声很高的冠军种子 有人向他汇报 称逃跑的巴卡尼亚族的奴隶小孩 被抓住了 年前熊被其他奴隶拖来 接上了1074话的回忆 某个神秘人大喊助手 说熊就有本次受力的重点 他感叹流入巨人之血 巴卡尼亚族果然很巨大 两位对熊出手奴隶 分别是年轻的伊万科夫 和一名短发 带着微笑吃肉的 名叫金妮女孩 抓住熊后 伊万科夫和金妮新视评价熊的体型 但他随后对熊说 真是的 一个都一副阴沉的样子 我可是要活下去 你们呢 看来伊万科夫造逃走的想法 以上就本次情报全部内容了 下周休刊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